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月的23号中午左右公布 113年新北市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16号期展开评审作业 共分成初审 复审与决审三个阶段进行 初审部分是由平林区农会茶叶评茶班班员负责 透过专业知识为茶叶比赛品质层层把关 评审梁金副表示 今年文山包种茶产区气候条件良好 因此品质应该会相当不错 今年的茶也算天气很好 比较平均 然后今年的茶也相当的香 文山包种茶评件标准分成四大部分 外观要调缩紧洁 茶叶沉默绿色 茶汤水色为蜜绿到蜜黄 茶的香气则是要有清新花香 茶汤滋味要甘甜圆润 能够符合以上条件才能够在比赛中获得等次 一一晋级的话就是有香气 然后滋味有甘甜 然后水就是滑顺 然后我们等外的就是 第一就是会带清味比较杂会 闷味的才会有列入等外这样子 为了挑选出优良的茶叶 在每个过程中 评审都会相当仔细的评评 借此确保比赛茶的品质 而这次的比赛结果 预计将在5月23号中午左右揭晓 冠军茶王蒋洛谁家 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成品这门期 平临菜坊报导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 平临茶叶博物馆在5月18号的当天 开放免费入园 茶博物馆就表示 目前茶博物馆有两大特展 还有一个摄影展 内容相当的丰富多元 欢迎社会大众把握机会 前往参观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 新北市公立博物馆设 包括平临茶叶博物馆 淡水古迹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 英格陶瓷博物馆 黄金博物馆等等 在5月18号当天开放免费入园 新北市文化局邀请民众 一起探索博物馆的各项活动 5月18号是国际的博物馆日 其实我们全世界的博物馆 会在这一天都会有相关的活动 博物馆日的每年主题也都不一样 今年的主题是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所以在这一天不但是因为要推广这个观念 我们开放所有的博物馆都免费 让大家来参观 那同时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来响应这个议题 茶叶博物馆目前共有两大特展 包括炮特展 从生命起源一路畅谈到 在外太空炮茶的新科技 从宏观视角融合历史艺术科学等多元知识 那里民众认识各种炮的行为 由于炮特展即将在6月2号结束 因此茶博物馆邀请社会大众 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我们会从这个炮的这个字役出发 那从茶文化历史中的每一个这个关键点 去探讨炮这个动作 在人类文明里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类的生命的起源 从原始上开始 一直到未来我们对于炮茶文化的 不限的想象 另外气特展则是从茶文化延伸众多领域 以你民众认识气的起源 更搜集了自然之气 还有各种人造之气 带大家一次进来数百件珍贵展品 这个特展的副标题是天地人之气 我们会从最原始的容器 一直探讨到人工制作的各种精巧的这个气物 那希望呢可以让大家透过气物 来了解我们这个文明的进程 另外在草木间人文空间所举办的新茶潮摄影展 是透过了创新思维 彻底翻转大众对传统茶农的刻板印象 原本展期到4月底 由于响应热烈 因此延长展出 也欢迎民众前往感受视觉与味觉享宴 记者陈平臣们齐平臨采访报道 2024新北消防夏令营开始接受报名咯 今年呢是以防灾西游记同心向前行为主题 规划了多种闯关的关卡 将会在板桥还有新店等地区办理14个厂次 一共有2800个名额让国小学童参加 活动呢是完全免费 欢迎小朋友一起从游戏中学习各项的防灾知识 为了落实防灾教育 降下扎根新北市消防局 每年都会在暑假期间举办消防夏令营 今年以防灾西游记同心向前行为主题 规划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细植等地区 一共办理了14个厂次 每个厂次200名免费提供2800位学童参加 这次同样有许多丰富的关卡 包括希望有Bobby 犀利之会王 攜手放一下等等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今年地震频繁 所以在这次的新北消防儿童夏令营活动中 特别增加了地震防灾项目 例如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 地震车模拟体验 以及新加入新火求生技AR游戏 防灾知识互动闯关等防灾内容 并且精心设计了多项消防关卡 透过分组竞赛互动游戏完成闯关 让学童能够从寓教娱乐的欢愉气氛中 学习防灾应变 了解正确防震防火防溺 以及紧急避难逃生妖领 新北消防儿童夏令营从即日起到6月5号开放报名 只要是就读或者是涉及新北市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童 都可以报名参加 一律彩网路报名 将于6月7号的下午5点公布抽签结果 希望所有学童都能够拥有一个充满意义 且永远难忘的快乐暑假 记者杨房友 曹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石定淡然吊桥去年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 导致垂钓锁断裂因此封闭进行整修 原定要在暑假完工的进度 在石定驱工所和各方的努力下 工程进度是大大的提前 吊桥整修工程也已经完工 并且重新开放启用 同时再搭配着双溪口停车场周边的景观设施升级 让民众来到石定会有更好的休息体验 原本预计在暑假完成整修工程的石定淡然吊桥 现在提前完工 重新开放启用了 去年受到台风侵袭 导致锤吊所断裂而封闭 经过了各方努力 以及石定驱工所积极处置 整修工程顺利进行 并且还提早完工 包括了锤吊绳索夹具全面更换 吊桥面板更换为更为耐用的铁木材质 另外还将钢构除锈油漆等等 很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跟养工处 有抑住我们相关的工程经费 所以我们这次除了把锤吊锁这种结构性的 比较结构性的那个部分去做修缮之外 我们还有做了一些踏板和扶手一些更换 主桥塔的一个油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当然钓桥 算是一个很宽然一新的一个感觉 石定驱工所公务客客长郑友慎指出 锤吊锁除了全面更换 同时采用了安全系数更高的材质 让钓桥的使用安全性大大提升 根本的锤吊锁它是比较细的 所以就是然后再加上它是这次是因为 它的塑胶的塑胶的套管破裂 所以造成里面的钢锁线锈 那所以是我们这次有针对它的一个 锤锁锁一个材质有做一个特别的选用 所以就是也会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改善材质之后 其实桥梁的安全系数是更加完备的 淡兰吊桥是淡兰古道石定段的入口 对于石定观光来说极为重要 石定驱长刘彦博表示 非常感谢工所同仁的努力 使得整修工程进度大幅超前 连同双溪口停车广场周边景观设施的升级 相信可以让来到石定的游客 有更美好的游戏体验 藉由这次的完工 其实我们未来就期待 我们不管再办大型活动也好 或者是说吸引各国内外的观光客也好 能够提升一个很大的注意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会再加强更多人文关怀 以及自然风景的一些更多的深入的介绍 我们期盼其实让更多的人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石定之美 石定淡兰吊桥全长约100公尺 大红色的桥身横跨于山水之间 是来到石定必走必拍的美丽景点 如今重新开放启用 让游客可以再度欣赏美丽景致 一览石定之美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琦 石定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让我们一起来学台湾味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首先来是报道台湾味的丹湾 我们来看看自己老师 要跟我们什么趣味的台湾味 欢迎大家 大家早前來臨臨臨臨臨臨 今天你的技術士班牌 技術士董職班 個性個個質 我們來看地区 這個技術士請班牌 無論如何扒 如何不怕 再來是祝儀 10點大家出班牌新婦 10點 每天小小點 大家 勃勃 男生的老婆 新婦 好新的母 家裡有大家一天到晚 會把新婦洗洗淋 淋不乾淨 新婦聽到的關係 新婦雖然不會硬碎硬碎 不過也是在討論 關係就像自然 大家洗洗淋 自然就有歡迎 萬個個個一個新婦 所以 太過十點 這不是好現象 緊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博美亞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民眾如受近期強症遭受財務損失 可減付證明文件 向稅捐機關申請減免 可申請項目有綜合所得稅 營業事業所得稅 貨物稅 房屋稅 地價稅 使用牌照稅等 大新店監控防護2.0 AI人像辨識及時告警 為您顧家顧點都安心 在想竊盜損失補償險 每年最高36萬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 持續推動機車駕駛訓練制度計劃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參加駕訓班機車訓練 並考取駕照者 補助每人訓練費1300元 新北地區名額共計6200人 民眾如有所得稅報稅問題 請多加利用國稅小幫手智慧客服系統 24小時不打烊線上服務 或上班時間拨打免付費咨詢專線 0800-000321 將有專人提供服務 新北市好運專車產檢車資補貼方案 1月起延長使用期間至分娩後6個月 並可運用在孕產婦就醫 嬰幼兒預防接種及就醫等用途 以上更多的新聞內容 民眾可以掃描畫面右手邊的QR Code 訂閱大興店的Youtube頻道 又或者是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官網上查詢點閱 歡迎民眾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維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訂閱大興店 囉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